今天谈的内容又比较特别 索隆的实力会比罗强吗 我们今天就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 我相信最后的答案 不管是索隆还是罗比较强 也会有很多人不同意 不过我会尝试用数据来说明这一切 希望经过分析后结果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赶快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选赏力 在赏金上来看罗确实比索隆高很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赏金不能客观地判断出实力 很多时候是世界政府的主观代入 罗和陆飞的赏金是一样的 但是陆飞的实力明显在罗之上 对战民歌就是最客观的标准 罗的赏金与陆飞相同 某程度是政府对他的顾及 他曾经用100颗心脏换取七五海的称号 政府也知道他的野心很大 是个危险人物不得不防 所以他才有比较高的赏金 另一方面索隆一心只想成为第一剑客 相比罗来说对政府的威胁比较小 所以在赏金上罗是完胜索隆的 索隆是一个真正的剑客 而罗虽然说也是一名剑客 但是他更依赖手术果实 不是说罗的剑术不好 但是在索隆面前 罗的剑术根本是在关公面前耍搭搭呀 更何况索隆可是第一剑客阴眼的入室弟子 谈剑术索隆完胜罗 体能上这根本是不用比较的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 索隆多次射负中伤还勉强战胜逼人 索隆就像一个迷你版的白狐子 熊曾经弹出陆飞的伤 让索隆承受 索隆叫都不叫 真难忍也 不要忘记故事的一开始 索隆被鹰眼砍伤后 还是勉强打败恶龙海贼团的章鱼小巴 所以体能上索隆是无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罗可没有索隆这么惊人的体能呢 罗是可以利用他的果实能力 避开一些强硬的攻击 整体风格上罗是比索隆更加小心 罗的承受能力也比不上索隆 这在德雷斯罗下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所以体能生命力上 索隆是王胜罗 索隆的速度当然是无庸置疑 但是罗的恶魔果实可以瞬间时空转移 所以要比速度的话 罗更高于仇 但是这要看真实的对战状况 罗依赖的始终是恶魔果实能力 在持久战中可能撑不久 基本功上还是索隆比较强 基于个人偏好就给个平分吧 当大家谈起罗的霸气时 难免会想起维尔坎的全身武装色霸气被罗砍成两半 同样是全身武装色霸气的比卡也是被索隆砍得不要不要的 那维尔坎会比比卡强吗 可能这个答案各有增值 但是罗更多是用计谋打败对手 而索隆靠的是硬实力 所以霸气上索隆应该是 这根本不用比了吧 一个露师怎么跟一个筹划颠覆新世界的交互比呢 所以罗在这方面有完胜所隆 整体比较下来各有千秋 那你又觉得谁比较强呢 理由又是什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孟三家 我们下期见